全国最早醒来的城市,你醒了吗? 北京是全国醒来最早的城市 凌晨5点半,当上海还在沉睡 广州上浅梦溢,北京地铁10号线的首班列车刚开到孤家楼时 远在燕郊的伙伴们,就要准备起床了 比这些伙伴们起得更早的,是他们年迈的父母 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他们早早就出来帮忙排队 这些人白天在北京那睡,晚上在河北那边睡 早上6点,燕郊的伙伴们终于挤上一辆人满回患 八字开头的公交车,然后在狭小的车厢中 忍受一个半小时的拥挤赶往公司 在这漫长的路途中,有的人学会了站着睡觉 有的人练就了一个铁打的膀胱 有的人追完了当下所有的热播剧 也有的人把游戏段位打到了最强王者 出门时100%的手机电量 等到公司最多只能剩下40% 如果遇上高速堵车,意味着这个月的全勤奖又泡汤了 7点,远在100公里外的天津武清 同样有一批成绩伙伴们在和时间赛跑 他们正要踏上C2开头的7点多准时发车的成绩高铁 开启将近两小时的高铁通勤路程 当列车开进南六环的时候 赶时间的伙伴们就要起身去车厢门口排队了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列车在7点57分 到达北京南站的时候,能用最快的速度 赶在大部队之前奔向地铁闸机口 换成4号线北上中关村,或扎进14号线 奔着旺京一路绝尘而去 此时4号线南端天宫院的金融民工 正在和清晨的困意做着最后的挣扎 如果没能在7点30分之前成功出门 意味着在8点30分之前是不可能赶到金融街了 在这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地方 却有70万亿金融资产的地界上班 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睡过超过9点的懒觉 和那些挤破脑袋,想离市中心近一点的人不同 4号线南端的伙伴们总想住的偏远一点 能住黄村就绝不住早园 能住天宫院就绝不住易和庄 因为他们知道,当4号线的列车移过西洪门 在快要撑破的车厢里,想塞本处都很困难 而住的越远越靠近始发站 就意味着能抢到座位的几率越大 北京地铁早高峰,有四大组站 堪称年轻人梦想的破碎机 他们分别是东邪忽家楼,西独西二级,蓝帝宋家庄 和北盖天通院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时候 就请来这几个站台看看 一定会让你对生活更加绝望 在5号线的最北端 有一个号称全亚洲最大的社区 天通院 不少在北京生活的人 不知道天通院和天公院有什么区别 就这一个字的读音 一南一北岔出一座北京城 此时,在这个最大的社区里 郑税泽属不清的底层小马农 小马农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他们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他们有着高级马农们 极为极度的浓密乌黑秀发 也有着金融农民工 无比羡慕的弹性上班时间 而作为独占宋家庄和天通院 两大独占的5号线 称得上是绝对的独王之王 5号线的魔力 在于就算你抱着一盆仙人球进去 出来他也能变成一盆仙人掌 早上7点半 是二环内老北京胡同孩子的动身时间 并不是所有的老北京人都坐拥三五套房 祖孙三代 既在没有厕所的胡同房里的也有 努力上班 依旧买不起房子 取不了媳妇的也有 二环带给他们最大的好处 只剩下逆流上班的地铁 不会太拥挤 早上8点 在二环的西侧 坐落着众多的事业单位大楼 当大楼里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住在古城和西黄村的中关村伙伴们 才刚刚出门 和中关村伙伴们同一时间出门的 还有住在青年路和高飞店的国贸小白领们 他们拎着名牌包 踩着高跟鞋 锁上单身公寓的房门 挤上人潮涌动的地铁 几十分钟后 他们将在大裤衩和中国村的见证下 灰头土脸的初战上班 上午9点 CBD上空 飘荡着青一色的打卡滴滴声 与此同时前往三里屯上班的人 只能选择从团结湖下车 然后走着去上班 因为三里屯真的没有地铁站 从早上七点到现在的十点 西毒西二级依然挤满了人 在诺大的北京地铁线路途中 西毒的地位举足轻重 他既是昌平线进入北京的门户 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征程的起点 南下的人进入扎堆在互联网大厂 成为传说中月薪五万的高级马农 东去的人 坐着13号线直奔望京 成为活跃在风口浪尖的自媒体小编 从上午11点开始 白子湾的小网红们 才从广华新城和沿海赛洛城里陆续醒来 他们通常要花一个小时化妆 再花一个小时搭配今天要穿的衣服 然后被各种网约车送到国贸三里屯 为社会贡献各种网剧 街拍和网红店种草 同样住在白子湾 还有两个另类群体 他们不需要通勤 不用做班 也没有朝九晚五 只需要在自己喜欢的时间点醒来 然后一类人开始直播 同一时间白子湾的另一类人 也开始了一天的